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童年缺爱的人 仿佛内心永远有一个黑洞 需要很多东西去填满 这是童年不缺爱的人无法体会到的 爱是一个人最好的营养品 有人疼爱会感觉信心满满 眼中是充满了光芒的 即便是遇到了难题 也不会觉得孤独无依 可是一个长期缺爱的人遇到难题的时候 就会加倍放大内心的纠结和孤独 整个人会有被困难包裹的感觉 觉得自己无人可依 无人可诉说 感情里大概每个人都会时常感到孤独 一个人待久了 内心会有不同的情愫 感情这种东西还是需要去表达发泄 长期一个人闷着 很容易出事 每个人都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的 被爱的要懂得珍惜 要学会回馈 缺爱的人不要故隐自怜 而是要学会自爱 要懂得疏解自己的压抑内心 调节自己的情绪 而不要一味沉浸在负面的情绪之中 那长期缺爱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呢 通常是这个样子 真的要警惕及时疏解 一 眼神总是闪躲 缺乏自信 一个人若是长期缺爱 无人问津 就会变得特别不自信 走在人群中 只会感觉更加的孤独 眼神是空洞的 闪躲的 找不到自身的价值 人其实都是情感动物 被人偏爱有人关注 当然是感觉良好 在这个诺大的世界里 觉得和外界还是有一定的链接 内心会不自觉变得自信起来 走起路来也是踏实有力 而一个长期缺爱的人 仿佛不曾被重视 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姿态 其实内心相当的苦闷和纠结 想要去融入外界 可是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 只能在人群中守着孤独 其实人活着就是一种心境 一切都要靠自己来调动的 不要被动等待他人来关注 而是要尝试将自己的心门打开 走出去 勇敢走出去 才能书写自己的故事 人一定要自信 二 忍不住胡思乱想 情绪波动很大 一个人若是不缺人爱 每天都会过得很充实 情绪郁闷了 有人可以诉说 有人可以保护自己 情绪波动不会很大 总体会保持平稳状态 而一个长期无人问津的人 内心处于敏感的状态 担心和焦虑的事情有很多 整天思绪乱飘 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内心的苦闷压抑 一涌而上 全无人诉说 会感到深深的孤独 其实这样的人 是更加需要被理解的 需要安慰和温暖 而一个人自己待久了 会更加的不自信 所以真的要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走出去 和外界接触 才能打开自己的内心 一个人读出久了 很容易眼界狭窄 很容易自我封闭 但是要自己打破这种状态 要自己主动去创造生活 和外界多联系 多交朋友 才能让生活变得鲜明 生动起来 三 内心很孤独 觉得没人在乎自己 真正不缺爱的人 内心的弹性很强 对很多东西的包容度和接受度都很高 即便是遇到事情了 也不会有全天下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孤独感和无助感 说明其内在的安全感很足 心理状态很稳健 而一个长期缺爱的人 内在是空洞和乏力的 一遇到事情就会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觉得无人可以依靠 无人可以帮助自己 内在的孤独和无助翻滚 整个人都会美金打彩的 其实自爱是基础 陪伴自己最久的也是了不起的自己 只有当你强大了 懂得爱自己 那些美好的事物才会源源不断而来 若是沉浸在多愁善感里 感怀过去就会恶性循环 得不到救赎 拯救自己的永远都只有自己 越是不被人爱的时候 越要加倍好好爱自己 练就强大的内心 勇敢面对一切的未知 勇敢走下去 四 容易满足也容易受伤 内心缺爱的人 心灵是脆弱的 根本就承受不了打击 对于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件小事满足 但越容易满足的人 可能也就越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缺爱就可以渴望爱 稍微有一个人对他好 可能就会动心 自然承受伤害的几率也就越大 都说一个人越是饿的状态 吃什么都觉得好吃 而缺爱的时候 看什么都会觉得温暖 那么一个人长期内心缺爱 就会是这样的状态 习惯性的把自己看得很低 只要有个人对他用点心思 可能一下就沦陷 什么都愿意付出 对于这样的人 他们很可能容易感受到爱 同时也容易失去爱 更容易受伤 有时候明明知道会受伤 还是会情不自禁的往里面跳 情感际遇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切 而不幸的人 一辈子都在治愈童年 一个长期不被爱的人 仿佛生命底色都是灰暗的 但是只要你相信 你就能改变这一切 若是你自我放弃 任由自己在命运里面沉沦 那就真的只能如此了 得到永远是以付出为基础的 越是感受不到爱 越是要懂得付出 懂得自我调节 才能改善自己的状态 人这一辈子真的不长 学会爱自己 是一辈子的功课 别人给的是幸运 而自己给的是底气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